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最为严格投票法的共和党大洲来回应前美国总统川普时代关于他说的2020年大选是被盗以及这一个是不诚实的一个说法 而也使得我们德州更接近于制定新的投票限制 这些限制包括了限制提前投票的时间 还有呢反对者所说的还有其他的措施像是不下车投票了 邮寄投票呢 那么浙江也会为边缘化的选民尤其是倾向于投票给民主党的有色人种选民会设置一些新的障碍 那么当然还包括了残疾人士在里边 这个法案也引发了德州众议院内部我们可以说用分裂来形容 在导致德州众议院民主党核心小组成员在上个月 所以用罢工出走来阻挠法案的通过 罢工也使得我们德州立法机构的业务那么是整整停了38天啊 一直到上个礼拜 Houston地区有三名民主党人回来了以后 才达到了基本的法定人数才可以开始 现在德州众议院预计今天会最终就会批准相关的法案 让众议院和参院在立法提交给州长Greg Abbott之前 可以解决他们彼此之间这个是争执不休的纷争 好接着我们再看的呢 就要谈到疫苗了 其实这一则新闻我们在昨天前天都在提出 我们希望再度在这里强调提醒大家 就是市议会已经通过了计划 要推动目的可以让更多人接种COVID疫苗的一个奖励 这个计划就是呢 接种第一剂疫苗得100美金 第二剂疫苗提供50美元的这个gift card 适用于Moderna跟Pfizer疫苗 从8月26号从昨天就开始了这个计划 接种的民众必须是在就是在休斯顿市的综合服务中心 或者是健康部门来接种 那么这一个Johnson & Johnson的话 Johnson & Johnson只打一剂 少了皮肉之苦 所以呢奖励是100美金 而谈到了Johnson & Johnson 现在呢包括了Pfizer跟Moderna都提出了 你要可以接种Booster也就是第三剂 现在只要间隔六个月 你就可以提出申请来接种第三剂 甚至于你不需要在药房申请要接种的时候提出任何像是医院的证明 医师的证明 这些文件都不需要 你只需要签署一个你同意 你了解你在你要接种第三剂 Booster的疫苗的要求就可以了 包括了也可以朋友们再一次的提醒大家 你可以到为在这个是我们中国城的美服药局 可以去直接的就是接种 或者呢也可以和他们讨论联系 2815062453 因为我们已经接到不少听众朋友在询问啊 要接种第三剂 事实上你不需要提出任何医疗证明 你觉得你需要 你就可以去接种 那么美服的电话281 在这再次提醒你 2815062453 好另外谈到了这个疫苗呢 谈到的第三剂都是属于Moderna跟Pfizer 至于Johnson & Johnson呢 现在他们研究就是他们的第二剂 如果他们是Booster出来 他们加接种的是第二剂 第二剂接种之后呢 可以把抗体增加九倍 在我们身体内的抗体会增加九倍 这是相当高的一个数字啊 让我们相当的鼓舞 只是Johnson & Johnson在目前还没有就是正式的通过 可以接种这个加强剂 因为他三月份才开始完成就是大众接种 推出到市面上 而现在的话还得要再等一等 那么有消息说呢 可能在就是11月份啊 在年底以前就可以接种Johnson & Johnson 如果你是接种就是交生疫苗的朋友 那么你可以再多等待一些 好另外呢 在现在我们还是要借这个新闻 其实在稍早我们已经提过了 这是Delta的感染率在德州节节上升 但是呢 另外还有Fentanyl 这是这是阿片 阿片类的药物 中文叫芬泰尼 它现在所造成的死亡率也节节上升 只是现在因为我们焦点都被COVID-19给带走了 被这一个pandemic 被这个2019冠状病毒疾病给拉走了 所以我们的重心焦点又没有看到Fentanyl 其实朋友们记得我们应该在去年 我们就提醒大家 尤其在Officer James Supporter 他的节目当中 一直在告诉大家Fentanyl Fentanyl 一定要注意 他的挥发性 他的粉末 他对身体造成的伤害 他的夺命 真的是夺命的几率相当的高 在2013年 有19个人在我们休斯顿 是死于Fentanyl 可是呢 在去年已经增加到296人了 所以要提醒大家Fentanyl呢 它取得的管道蛮方便的 在现在市面上其实使用这种药物的非法 这个是违禁药物啊 还人数不少 提醒我们的朋友们特别的注意 要小心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的呢 也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要搭乘飞机旅游 或者是探亲访友 要注意 Southwest Airlines 西南航空公司 在接下来从10月初到11月5号 每天会减少27个航班 来因应在现在pandemic期间 他们的这个客户需求 游客需求往下降的 这个情形的改变 好另外呢 再一次的看到是关于 在这个店啊 用店 我们看到特斯拉啊 在昨天公布了一个报告 显示他的子公司 已经向我们德州的 公用事业委员会 递交了文件 申请进入我们当地 在德州零售电力市场 这一项最新的报告说 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 向德州当局提出了申请 在这个报道说呢 特斯拉旗下的全资子公司 Tesla Energy Ventures 在这个月稍早 向我们的德州公用事业委员会 已经递交申请文件 报道中说 特斯拉对于德州的监管机构说 打算要建置两组 250千瓦的巨型除能电池 一组会设在 奥斯顶工厂附近 另一组则会落在我们修士顿 这也是特斯拉罕见 跨足零售电力市场 而特斯拉建置的大型电池 通常是为了帮助他们自家公司生产 储存和消费能源 像是提供电池组合 给位于加州 蒙特瑞的苹果太阳能光电厂等等 而我们德州二月遭遇百年来 最严重的暴风雪 在用电取暖激增 使电网不堪负荷 造成数百万居民好几天无电可用 在目前德州大约有120家公司 还在为我们当地的消费者供电 未来有可能特斯拉也会加入 他们的服务当中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呢 这是在福变地区啊 应该来讲福变ISD 福变独立学区 昨天举行了董事会的特别会议 董事会任命了 惠特贝克博士来作为下一届 福变独立学区的学间的人 在现在呢 也是他是作为唯一的一位 参学ISD下一任负责任的人 还没人出来跟他竞争了 为了帮助董事会 可以制定包含下一任主管所需的 这一个候选人 在现在呢 参与调查之后呢 董事会是在 昨天已经有特别的会议期间 任命了这一位 惠特贝克博士来担任 接手福叛ISD下一任的学区总监一职 好 在我们的五件新闻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到 来自纽约方面的报道 这是随着美国的FDA 食品药物管理局 在这个礼拜全面核准 菲萨尔的疫苗 也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 考虑要强制他们自家员工 甚至是顾客要接种疫苗 学者则认为 多数公司都将朝着鼓励 或要求施打之路去迈进 现在美国的药商连锁 业者CBS 还有能源巨头 这是Shopron Disney 以及高盛都已经告诉部分 或者是全体员工 接种疫苗将不再或是只有选择性 而是变成强制性 要求员工在限定的时间之内 必须要提交他们的接种证明了 而使用TikTok的朋友们 可能很快就可以直接通过一个APP 在这个上面的短视频来购买东西 这也是他们之前只能够通过广告 才能够做到的 这是来自加拿大电子商务公司Shopfi 他在这个礼拜稍早表示 企业能够在他们的TikTok个人资料中 添加一个购物的标签来创建一个 mini store mini店面 直接的链接到他们在线商店来进行付款 这个购物工具现在还在测试当中 它可以提供英国美国加拿大的商家使用 未来几个月内会推广到更多的地区 所以如果你习惯喜欢使用TikTok 你喜欢在手机上这样子的买卖东西 购物 或许这对你来讲会是一个 未来的一个方便 更为方便更多的一个选择工具 不过对于小心谨慎的朋友们来说 很可能这个消息让你摇头摇头 好 这个是关于一般性的新闻 接下来朋友们 我们要把焦点转到跟阿富汗方面相关 我们看到在昨天下午5点50分左右 在阿富汗科布尔国际机场的恐怖攻击事件展开之后 一直到今天的凌晨 一直有大概total有7起攻击 或者说不明的炸弹巨响 而现在已经造成了最少90多人死亡 超过200人重伤 连美国的陆战队 海军陆战队都有10多人死亡 而且18人重伤 在根据现场美军和塔利班的这个说法 发动袭击的恐怖分子 是在机场南端和美军驻军爆发了枪战 而之后又在向现场的百姓和几个美军 就是开枪扫射状况是非常的惨烈 然后他引爆了自身的炸弹 而之后就接连的在不同的地区 有这样子的爆炸或者是自杀行为发生 那么已经由ASIS 就是他在阿富汗的支部 他已经公开坦承 就是这一个事件是他们所做出来的 其实在这一次的爆炸攻击事件 大量排队等着申请联军空运撤离的 阿富汗妇如跟平民们 其实才会是ASIS 他们袭击事件的最大受难者 根据在喀布尔的各级医院 到今天的清晨 大概最少已经90多名阿富汗人死亡 200多人是轻重伤 这也是2011年以来 驻阿富汗美军所遭遇 单一死伤最惨的事件 因为光美军方面 最少就13名美军遇袭死亡 而对于在美国总统拜登政府 或者说美国总统拜登 决定撤军阿富汗 因为这个是蛮突然的 也蛮感的 面对美国政坛和媒体 对于他的决定强烈的质疑 总统拜登在昨天 也再度针对阿富汗撤军和恐攻事件 召开了白宫的紧急记者会 在昨天的紧急记者会议当中 总统拜登除了致癌愤怒 也表扬在前线美军的英勇表现之外 主要的呢 则是他实际的提出了三个大的承诺 一个呢就是第一就是就算遭遇恐怖攻击 美国的撤离行动也不会和欧盟军队一样 来个提前撤收 还是会按照正常的进度 持续到8月31号的最后一天 第二则是美国正在和塔利班政权 交换反恐情报 空中打击部队将会对 ISIS-K发动无情的暴富 第三则是暴露在恐怖攻击威胁下 滞留在阿富汗的美国公民和 美国在阿富汗的盟友 都会持续收到美国的管道救援 就算来不及赶上8月31号 831的撤军日 美国也会想尽办法带出所有自己人 同时呢拜登说 美国是不会原谅也不会忘记 而美国展开的是全力暴富 直到把你们ISIS这些恐怖分子 猎杀全部击毙 所以看得出来 拜登一向给人都是温文儒雅 的这一个表象 这一个感觉 但是昨天如果朋友们 你看了他的记者会 可以看得出来 明显的愤怒 拜登明显的非常的愤怒 在现在呢 伊斯兰国在科布尔机场 这个发动的自杀炸弹攻击 那么对于美军来讲 这是2011年之后 10年来最大的在美军方面的伤亡 现在美军表示 如果有需要 将会出动攻击机来捍卫机场 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 昨天的谈话也说 在保证ISIS的作为 将没有办法阻止 大规模空运撤离行动 在现在呢 美军也表示呢 如果需要就会出动攻击机 来捍卫在阿富汗的首都 科布尔国际机场 在阿富汗的这个科布尔机场呢 现在是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啊 到处都是人 人满为患 在外头的想挤进里边 在里边的想挤到前面 都希望能够赶上 不管是美国或是盟国 能够赶上拿的有效证件 能够搭上飞机 飞离这一个残忍 残暴多事的国土 所以呢民众真的是 己又己 在现在呢 各国都在忙着 撤离自己的侨民 或是在过去 协助自己自家军队 政府工作人员的 这个当地的这个民众 还有呢当然自家的军队了 在美国方面呢 我们也看到呢 美军呢以及政府方面呢 强调呢到目前 已经撤出了将近十万人了 而在现在德国方面 则在今天表示 在今天结束战后规模 最大的撤离任务 一共他们从阿富汗撤出 超过五千人 德国政府则承诺会继续的 救援没有办法离境的阿富汗人 德国的国防部长则表示 德军最后一架飞机 已经离开阿富汗首都 克布尔机场 过去十一天运送了 五千三百多人出境 包括了五百名的德国公民 和四千多名都是阿富汗人 在这个德国的国防部长 也特地飞到了 乌兹别克的首都 这是塔什干 预计呢会陪同执行任务的军人 在今天晚上回到德国 这是德国战后 最大规模的撤离任务 一共六百人参与 德国国防部则强调 撤离任务是高度危险的 尽可能将更多人 送到安全的地方 除了德国之外 英国也表示 即将要完成 他们的撤离行动 要撤也要 就是英军也会撤离 这个克布尔 那么在随着联军 都慢慢的撤离了克布尔 很快的 美军也要在8月31号 撤离克布尔了 所以呢对于 留下来的 这些阿富汗的民众 以及在当地的治安 相信呢在未来会越来越凄惨 越来越混乱 对于还留在当地 走投无路 没有办法离开的民众 外界真的是相当的忧心 为他们感到难过 好另外呢 我们也看到 在阿富汗的前总统卡塞 以及前政府和平委员会主席 阿布杜拉 现在传出 两人已经遭到 都是遭到软禁了 消息人士说 他们两人 现在都被软禁在克布尔 身边没有侍卫 现在只能够任凭塔利班处置 好的朋友们 这就是带给大家 在我们今天的五件新闻 霍米剑在这 为朋友们翻译编辑播报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 下边呢 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也提醒大家 明天后天 礼拜六礼拜天 别忘了 在YouTube 我们德州中文台的频道 我们还有重要的新闻 以及好听的歌曲 带给您 在明天后天 可以在YouTube的频道当中 在我们的频道当中 继续收听重要的讯息 好朋友们休息一会儿 欢迎继续收听 我们下边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